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 水声 很多人都觉得 偶尔听一下大自然的流水声心情很好 但是各位你要了解 这只是短时间而已 你假如看台湾 最近连下雨下了快两个礼拜了 每天都在下雨 你每天都可以听到落水声 你看你的心情是什么 可以说很烦很烦 真的是很烦 所以各位你要去了解说 其实水声 你长期在这一种的声响下 你的人情绪会非常不稳 所以你居家里面 假如会产生水声的东西 例如鱼缸 例如你的水龙头 这一些都会产生水声 鱼缸的水不能够太低 否则带循环的时候 你会听到水声 水龙头锁不紧 一直在那边滴 晚上的时候你会听的特别明显 这些 要赶快去处理 否则的话 你就看 这一次下雨 吓到 你听到那个声音 你都觉得很烦 那就是水声的不良影响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并订阅分享 这些动作对于我的创作都会是一种知识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